宗教团体法里头 要监督跟管理整个财务状况 这是合理的 这是应该要去做的 可是现在从站上凯道之后 外籍会感觉到是 借着宗教力量要凌驾政治 借着所谓的鬼神要压迫政治 来 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企图吗 那试图真的透过宗教活动 要凌驾于政治活动吗 来 温老师怎么看 其实呢 我觉得这件事情 可能非常多人没有搞清楚状况 就是说把这个非常 已经讨论很久的事情把它混淆 尤其是宗教法 宗教团体法跟金香炮的议题混淆 这是我们现在目前看到 最严重的一件事 那宫庙上凯道这件事情呢 其实最主要它要去面对的 并不是宗教团体法 各位可以看这个诉求 就是一开始的这个 大联盟的这个官方说明里面 完全一个宗教团体法的字眼都没有 那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这个宗教团体法呢 百分之一百是舆论风向的带动 就是说希望有人刻意希望 把这一个这么重要的议题 转向宗教团体法的讨论 那这些人是不是也是宗教团体 这有可能是有刻意的 是不是有小部分的宗教界的人 故意导向这一部分 我不知道会是谁 但是像我本人 我不反对宗教团体法 但是我们可以去看这个日本人 不反对宗教团体法 去修正好 然后去监督整个财物 让财物可以经营管理透明化 我们可以看 其实从日本的这个宗教法人法 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日本法人宗教法 宗教法人法 它第一句话 它第一条就告诉我们说 只有它只管理的是什么 就是像刚才姚老师说的 就是关于政治的 政策的 就是宗教它在这个政策管理上面的 而不是个人或团体的信仰行为 所以属于信仰行为的部分 应该是这个信仰中人 就是文化脉络里面的人 自我管理或者是自我发展 那金香炮的议题 现在为什么会到今天会有宫庙 或者是说几个宫庙 合起来希望上海道 对 为什么 其实我可以做这一件事情 像那个林安乐主委 他在网路上说 他觉得应该要上海道的时候 我第一时间就跟他说 你们可能会被骂 但是需要舆论讨论的时候 需要这个学术讨论的时候 我们可以提供 府院透过地方政府 多方去澄清 就是没有所谓的灭乡 你们为什么执意 还需要上海道 灭乡这件事情 我觉得就是舆论风向 从头到尾 没有人说政府正在灭乡 我们从这个说明里面 都没有看到灭乡 重点是在这里 台湾的宫庙 有没有受到这样子的压迫 有没有受到就是说 香火管理的压迫 事实上是有的 1990年代 其实台湾进入 就是开始有环保意识的时候 1990年代 我们的政府就透过非常多的方式 包括跟某一些道教会 合作希望推展农票 甚至早期也有推广过 那个焚烧支票 希望来替代这个金银子 跟这个甚至是香的管理 到了2010年 其实环保署已经开始推动 很多的替代方案 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 以米代金 以公代金 都是2010年那个时候提出来的 那个时候提出来的 这个政策在民间社会 并没有受到很大的这种支持 因为它缺乏 它缺乏这个 我们文化脉络里面的理解 那这件事情呢 我们这一次看到这件事情 其实是2010年之后 慢慢在推动这个 替代方案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零星细碎的小事件 累积起这么大的民怨 零星事件呢 比如说什么 像去年本来 比如说最早是什么 最早是谁呢 其实是赖清德 赖清德在2015年 推动很多的这个浸泡政策 让很多人对这个赖清德 这个浸泡政策 很多宫庙其实是很不满的 所以它从浸泡变成 那个一次一次 不是说完全不要放 它一开始就是浸泡 它就是说把现的传统 它其实是浸泡的 然后它后来 因为地方的 宫庙的压力太大 所以它把它变成 一次只放一串 重点在这里 来 所以我说这个不是 一次的事件的行程 这个是很多事件的行程 所以才会很多宫庙 它坦白说武德公就是 就是还不是到那种香火大庙 它为什么一喊 就大家就会 大家就会出来 他先停一下 是 因为我觉得这个要对话 好不好 对那你让我讲完吧 不不不 对 没关系来江老师 其实这真的是很多 真的真的是很多 你又说这一点来江老师 所以讲完 来江老师你说 你意味是什么 好我可以听江老师先说 但是我待会一定会补充 好 因为赖清德是公共卫生的背景 赖清德 是公卫的 因为我们可以开框秀出 这几个争议性的 关键性的一个台南市政府 你可以看出来 这个部分的公卫 我们可以秀出来一下 那你说 这个整个问题在 我们用两个很具体的 像盐水的烘炮 烘炮那个整个的 太不环保 对不对 可是就是没有办法 耶稣 他是文化的一部分 我的意思是说 温教授应该跟我们 就是当一个问题出现的时候 你不解决 公共受影响 对不对 还有呢 甚至有的公庙 不是不一定是公庙 它的变炮一直放到天亮 是啊 像这些东西 在起立 它其实一个个案 这个不应该解释为迫害 我们这样子讲 对不对 同意吗 从头到尾没有人讲迫害 你那怎么样的宗教信仰 不能妨碍 没有啦 刚才你在言辞里面有啦 你刚才言辞里面有讲到迫害 有啊 所以我再回来 你刚才 你刚才讲的是迫害 一连串的误解形成的 你纠正一下你自己的说词啦 我现在要放好 如果我有说话 我说证 那个是一个干预 那是一个很严重的干预 也不是干预啊 它是为了还保 它是为了其他人的健康 怎么叫干预呢 它是政策的 政策人员 这是一严串的问题 这是一严串的问题 是一个方向 宗教团体政府要管理啊 那你觉得问题出出在哪 台南市政府的问题在哪 其实 其实不完全怪台南市政府 我刚才要讲的是说 所有的公庙 为什么会这么紧张 那是因为 从那个时候 有开始大量这样的新闻 大家可以回去找 大量的新闻 没有 我还是要再打 让我讲一下 接下来之后 接下来之后 发生什么事呢 接下来发生什么事 2016年去年 去年的时候呢 大甲妈祖进乡的时候 这个环保署开始 派很多的这个空无检测在现场 那这个当然都无可厚非 这个当然都无可厚非 可是问题就在这里 那去年呢 因为这个 那个鞭炮政策 在2015年开始讨到去年 10秒钟给我 因为你得要答复哦 你们谁去跟他们沟通的过程当中 去答应 以蔡英文的名义 去设案 然后设相案去迎审 他刚刚特别提到 有名有姓哦 这两个人事哦 这件事情跟政治没关系 你打死我都不相信 当然跟政府有关系 怎么会跟政府没关系 就是一连串的 你们背后有政治目的 一连串的政策误会 好 一连串的政策误会 那我请问你 招案到现场 你们怎么说嘛 2015年的鞭炮讨论之后 其实2016年 民进党立委呢 他们提出了一个东西是 大型民俗宗教活动空气污染的预防指引 在这个指引里面 我坦白说 这指引里面 并没有说非常的不好 可是呢 环保署拿到这个指引 因为我认识这个指引的拟定的人 那他也是 他也是这个 对民俗宗教活动 有一些认识的人 可是呢 环保署把这个指引呢 用公文的方式 寄发给各个公庙的时候呢 他在里面夹带了环保署 因为环保署有一个制度 是他们过去以来 都会跟各个县市的 你这个公文是杨老师今天也特别提到 各县市的环保局 非常关键的公文 导致这个误解是有原因的 那你秀出了环保署的公文是什么 他们这个 这一个来源呢 其实是 这个是燃烧金子香品 爆竹烟火之环保替代方式 什么时间丢出这个公文 这个公文 这个公文是2016年 可是他5月的时候就讨论了 去年5月 那所以我说 这个是一连串的形成的一个误解 有一个部分就是在这里来看一下 他真的是推行风炉 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字眼 引起很多恐慌 那我必须要说 这一个指引呢 里面其实是在讲1000人以上的大型民俗活动 他并不是在告诉大家说 我们公庙要不要来风炉 可是环保署把这个立委提出来的这个指引 寄给各个县市环保局的时候 他顺便把过去他们在开环保会议的这种 内容的这些资料 通通夹带在公文里面 所以很多庙怎么做 公庙拿到公文 第一件事情就是直接张贴在布告来 是 当然 所以这个东西当然传遍全台湾了 大家都知道 你可以把关键字念一下吗 这里都有公文 来念一下 因为非常关键 公文有几个东西 2016年的5月 OK 不是 你是指引还是念公文 他是指引 这个指引 我知道可是 指引被公文 可是公文把它变成广泛 本来是说要1000人的活动 可是他把他夹带的这一个部分 夹带的这一个部件 所以他是用附件的形式呈现 所以他有几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他一样把这个2010年开始提的这个以公代金 以米代金提出来 然后香花祭拜的这个部分也有 这都是2010年那个时候政策就有的 然后再来他就开始说推行风炉 还有这个网路普渡 然后其他金子集中燃烧 污染防治设备的这个金颅 大面额金子 这个其实都是过去长期环保局 环保署他们讨论出来的结果 但是他把它夹带在指引里面 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 第二个就是他们还有一个事情是 去年有讨论一个空气严重恶化的 这个品质管理的这个条例 这个办法里面呢 其实也有提到 希望在空气污染达到终极的时候 就要禁止焚烧 因为我有参与那个法的讨论 那个时候其实都有提出说 不要把宗教焚烧 列在那一个空气严重恶化的 那个法规里面 因为我们空污法并没有针对宗教 来 我必须跟温老师打个岔 来 观众朋友 我特地调出2014年 你刚刚看到温老师提到 这里头不管是警方所讲的 一万一千人 或者是刚刚林安乐所讲的 五万人走上街头 很显示是一个累积 他们对于整个政策即将 可能你认为最终目标 其实就是要灭乡了 最早成的恐慌 有这么多人走上街头 你们所担心的是这样子 但是我必须要告诉观众 你看2014 这是当时中国时报的报导 你看这个标题 一届说 燃香释放甲本 恐怕致血癌 我为什么调出 中国时报这个报导呢 当时医生已经讲了 燃香所产生这个直径小于 或等于2.5 微米的这种超细微粒 会随着呼吸道进入人体 那诱发气喘等呼吸道疾病 而且可能沉睡 在肺泡造成发炎反应 将导致心血管疾病 甚至造成肺部肿瘤 包括了林口的长庚读物科 而主任严宗海都说了 很多香都产自于大陆或东南亚 在燃烧过程中将释放本 甲本或二甲本 将导致神经毒性 会造成血癌等各种的癌症 好 包括呢 烧香燃烧的过程若不完全 也会产生多环芳香足碳氢化合物 其中最毒的本 本笔将会导致癌症 我为什么特别调出这个报导 其实三年前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报导 去提醒大家了 所以这天我想请教是陈廷飞的事 基于就是说 如果我们的宗教信仰 那不能够妨碍到别人 现在的政府在进行环保 跟注重健康的过程当中 难道真的让他们感觉到 全面走向灭香吗 可是基于健康跟环保 这个方向其实是对的 减香方向是对的 那问题现在出在哪里 几个关键性的公文 包括从云宁县的公文 包括新北市的公文 跟台南市的公文 都导致这些民众逼得他们认为 这是香火 敌江要断绝 真的从灭香都灭神的恐慌吗 这些公文真的是有问题吗 来 廷飞 基本上我觉得是欠缺沟通 我觉得环保跟我们在整个宗教的推动 其实它是可以并行的 现在很多的我们的宗教界 他们其实都往这个方向在走 减香然后减烧精子 他们其实都没有问题 而且都配合政府的政策 那其实这一次的所有的一个问题 我相信刚刚您主委有讲说 不是那一支公文 不是那一支公文 可是问题是 确实引发点 一开端是那一支公文 是因为云林县政府 六间公庙收到这张公文之后 然后让他们开始会有担忧说 哇 那是不是开始行动了 也就是说过去有很多的公文 包括说刚刚教授有说 是不是有一些误解 所以我觉得政府跟我们的宗教 就是似乎欠缺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沟通管道 如果在第一时间 六月十五号 我相信如果武德公林主委 他有接受到了 我们相关单位的一个澄清 说没有这回事 这个完全是一个 我们学术界的研究 绝对跟所谓后续的 什么灭香行动 减少减炉的部分到灭炉的部分 这是毫无关系的 我相信他一定听得下去 所以亭妃你看到 这是台南市民政局 这个时间应该是在 你看这个时间 有写到七月十八号这个日期 可是收文时期七月十四号 对不对 它里头就是特别提到了 为了落实量力勤空 悬浮为力 血减管制计划 那几个关键性的字眼里头 我们看到包括什么 这个里头是香脂减量 香炉可以减为 只留塔外天宫炉 对不对 新城一筑香 推广丞相聊好之后 接下来呢 得什么 得要推广到全国怎么样 全部都撤掉香炉 宣导以新香来祭拜 即以双手和时 诚心祭拜来代替 手持新香来祭拜 达到零燃烧的最佳愿景 这是在七月十四号 由台南市民政局所发出的公文 那今天早上我看到 台南市政府包括赖清德市长 他们又出来讲 绝对没有要针对宗教 宫庙灭香风炉 一直兼顾环保跟尊重 宗教信仰的立场 柔性宣导 新城一筑香的观念 并是成效逐步推广 环保低碳城市理念 绝对不会采取粗糙的强制作为 去改变传统的信仰习俗 所以主委 已经两个问题跟你请教 第一个 你刚刚讲到一半 白狼 白狼是你邀请来的吗 第二个 这样的台南市政府 所发出的公文 真的导致 从雲林县政府的公文 雲林县政府说真的 观众朋友 雲林县政府所发出的公文 我们发现它是怎么样 它是来自于六月十五号 它只是说 它想要派员去前往 去了解它给你们北港武德公 它想要去了解调查而已 调查跟这个灭香差很大 所以这公文真的有问题吗 包括白狼是你邀请来的吗 好我想说这个 内行人看门道 外行人看热闹 我想说这个公文上面 这个公文看似没有写什么 那它上面写的是这个 你要针对哪一份 雲林县的公文还是台南 雲林县的公文 它写针对106年度 雲林县推动室内空气品质改善计划 那我再告诉各位 再往前一年 105年有开了一个 环保署有 我有一个民间机构 那也召开了一个宗教领袖 减碳会议 当初这个会议里面 做了一个10年的目标 大家听听看 第一点叫做这个 执行室内外空气品质计划 执行室内外空气品质计划 就是我们雲林县政府使用的字眼 室内空气品质 大家听一听这个严不严重 全面替代拜箱及金纸 全面替代拜箱及金纸 当我的拜箱跟金纸都被替代了 那我的还有箱跟金吗 那所以说 在这个去年的下半年是这个事件 上半年是武德公遇到了一件事 那这是一件 这原本是一件利益良善的事情 就是说我们县政府公布了一个这个 他也拍了一张唯美的照片 那一个香烟鸟鸟的炉 那有一只手伸出去 用PM2.5侦测器伸到香烟里面 然后上面显示出一个数值 然后他说 看这个超过这个标准5.7倍之类的 所以说这个公庙这个烟是不是 这个污染的来源 可是有这样 这不是这样测的 如果依照这样子的测法 我也把这个PM2.5 我们隔天就买了一个PM2.5侦测器 然后用它这样的距离去测了 这个摩托车 测了大卡车 测了三杯机的这个油烟 当场都比 县政府测我们香烟的这个 这个数值要高出好几倍 因为这个测法不是正常人类在使用的方法 那风太轮胎在去年 这个失火 那它浓烟延烧了好几个公里 可是工部门出来澄清的说法是什么 无明显污染 侦测站说没有明显污染 为什么 因为那个侦测站都在几公里外 你测公庙的污染 你把这个侦测器堵在那里面 然后你说这个重大污染 但是你去测这个风太的这个 这个浓烟的燃烧 你说这个要用几公里外的侦测值 这样两个比较是 根本是不同基础 我相信公权力必须要面对这个部分好好解释 那白朗的部分呢 白朗我刚刚也曾经过 其实我跟张先生并不认识 我们也没有邀请 所以我不知道说 这跟这个事件为什么会有关联 那谁邀请的可以查一下 那你们跟统一促进党有没有关系 也没有关系 那你不知道他要来吗 我也不知道他要来 那昨天他来的时候 你那时候人在现场 你的反应是什么 我也只能听说他来了 但是这样就变成模糊焦点 对 就会被模糊焦点了 这也不是主办单位所乐见的 而且主办单位在行前 不止一次的强调说 我们这个议题不欢迎 跟这个信仰无关的团体来表达 跟这个信仰完全无关的诉求 结果他就带了一个宫庙代表来 他就在为了一怕 让人家觉得他是政治活动 他就自己团 他这个台南的什么庙 他就用那个名义就跟着来了 是来我们回到 新城一柱相待 好奇怪啊 当然周姐这是一个宗教团体法要去修 这问题是神明可以超越 这个宗教团体这就是要管理吗 宗教团体学生性是不在政府管理的范围里面 宗教团体的宗教团体是谁界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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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团体是文化内在的部分 这是现在收回的 这宗教团体是谁会去制定宗教团体的宗教团体 这宗教团体是谁界定的吗 不是什么叫宗教团体 练材是不管那些 你去的宫廟都很差 你没有看到好的宫廟 就简罗简不可简 来学术文化简直 民俗宗教自主发展的声明 联署书当中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公开的声明里头 包括了说 现在有上百多个 那么学者进行联署 有国际汉学家 包括慈禧大学校舟林美荣 还有玄奘大学教授诗教会 我们今天试图联络他来的现场 大家实在是有家人 住病没有办法 那包括中研院的民族学的 所长胡台立 中研院台湾史所长谢国新 进一大学台湾研究中心的主任 彭瑞金 他们发起这个联署当中的 最主要我们只要看一个 政府积极投入管理金箱泡议题 台湾民间社会 引起不同程度的反应 因为去年由环保署提到 空气品质严重恶化 紧急防治办法 大型民俗宗教活动 空气污染 预防指引等规范 引起零星抗议 而在今年又在空气污染防治策略当中 标举推动改变 风俗习惯管制为防治空气要项之一 日前甚至由云林县环保局开始进行 寺庙室内空气品质调策 引起民间信仰社会的恐慌 我相信他讲得非常非常清楚 所以这一项联署的公开说明里头 包括了第一个 风俗变还有其内在逻辑 需要较长时间社会的变迁 调节调试与变化 不应也不能有政府单位积极策动 目前诸多以环保之名的改变风俗施政 缺乏严谨学术对话基础 于这个独裁时期 透过官方力量 以迷信铺张环保为理由的社会控制手段 如出一策 实非社稷之福 来 江老师 这个我是宗教学者 而且我应该是研究所有的宗教 我对这个了解 可是那个东西的作者 传出来的应该是 如果我没有猜测的话 是他写出来的 是我写的没错 是的 对不对 你说哪一个部分是他写出来 这些内容就是他写的 你说温老师所撰写的 对 而且其他我就不要讲了 讲得太难看 我们这样子讲 因为观众一定要知道 就整个亚洲东亚来讲 台湾的宗教在繁保上 曾经是领先的 是领先的 从三十年来 所以从心灵环保 人间净土 所以从 所以从包括实际资源回收 所以你可以看 这些里面 有没有任何大的宗佛教团体参与 是 他们远远超过这个 江老师他们认为不要以环保之名 失去宗教控制之实 就刚才他讲迫害一样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拆穿 协助的维装 你让我继续讲 今天一定要把他的面目解穿 这个问题 绝对一开始 不是协助线的共识 是网络线传播来 按台湾宗教协会让人家签的 不是大多数人都知道 也没有看清楚 后面那一种很粗暴的控诉 各位知道吗 那个是政治斗争 哪里是一个环保 再来 台湾的寺庙 在三十年来就超过一万间 现在接近三万间 请问 两万八千间 那边的庙宇 为什么没有响应 为什么你们上海道 那些原先都应该 变成最抗拒的 比方说大甲政兰宫 为什么他不是 跟你们站在同一个阵线 而且他们声明都不参与 为什么 对啊 就是这个是一个假议题 就是情 环保的政治斗争 我就控诉这一点 我们问一下 林主委 两个问题 请回答 你两年前 你们不是有做大教 你烧多少金主 请问你烧多少金主 回答这个问题 那个有没有污染 有没有被取缔 第二个 第二个 你现在赚了很多的钱 请问你有合法缴税吗 等一下回答 宗教所谓的团体法要管理 包括小型的庙宇 财务都要被监督跟公开的问题吗 照理讲 公庙 有跟公家的公 不太一样 台湾的信仰习俗的主流 像开张是什么 这个叫公 公庙 公 公庙里面 这个公 大庙里面 有哪一个去抗拒政府 告诉我 这边会起地的都是神坛 都是在社区 都是让邻居讨厌死的 你怀疑他们都是小公庙 这样子公平吗 所以我看不起 就一百间 下次请花动五千间 我就配 来那个两个问题 主委先回答好不好 我回应一下 我先回应一下 我刚才老师有提到 那个签署的事吗 那刚才有听 那个老师讲完了 其实是对一个 前辈的尊重 但事实上里面 有非常多 不是事实的部分 第一个 比如说 不是事实的部分 就是 你那个控诉是什么 里面有非常多 都不是宗教学会的学者 那事实上 这个连署也不是 透过台湾宗教学会 这个系统去发动 这里面有非常多 都是民俗学者 而且这里面的 各种立场都有 那我们会看到一件事情 如果你是真的 经常在跑地方公庙 或者是经常在做 田野调查的学者 其实晚近这两三年来 通通都会感受到 地方政府 地方公庙的这个压力 我相信陈寗飞委员 也一定会接受过 很多公庙 跟你反应 这个不是跟你的标题相反 你写的叫做 行控制宗教之心 所以我先来说明 我如果得罪了公庙 我怎么能说你 按照一个邪述的语言来讲 大家都有感受到 这样子的状况 对啊 那这里面 真的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 政府的力量 控制宗教这个梦太大了 政府的文化施政 其实是不可以去干预 一四五五七七七七八 你后面说 控制宗教之实验 所以重点 你这个重点是 控制一个政治人物 利用一个话题叫环保 我要把宗教 抓到自己的选票 控制之内 哪有这样子的行为 都是 哪一个系统的政治人物 第一个问题就是不说 比例原则嘛 我举一个例子 环保署 它一年的广告费用多少啊 他为什么要那么大量的去放在这个民间宗教 那为什么你不公布你们收入多少啊 这个领域里面呢 为什么 因为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他不符合比例原本 他如果你再来就是说 你可以跟我一起检讨环保署的错误 就告诉我 我也会批判李英元的错误 可是他是想要控制宗庙吗 我想你不要断当循义啊 你现在用一个大帽子耶 你实行实际 不要断当循义 不是吧 你那是谁怎么用呢 这是一个标题耶 我们要看仔细在里面的标题 我们要看仔细在里面的标题 你这个不要抵抗我的标题 我现在这件事情根本就不了解啦 我跟你说啦 这件事情是非常多的 如果是指路你才是 你的标题 我不管内容 你的标题要写谁不加多的 这里面有非常多内容是什么 这里面有非常多内容是 我们在谈宗教自主管理原本 那OK啊 对那OK就没有问题 可是我什么都没人家 那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签署 不是只有一个人 是谁能控制宗教吗 所以重点就是 你要取权宗教 我们要的是什么 你走得那么多学者 我们要的是中教自主管理 那谁在控制了 议题操作的方式去讨论 不可以这样子啦 那刘华也可以自主管理啊 是 对啊 谁在控制你们啊 重点就是 重点就是 中教无法无限 杀老公庙这件事情 桃竹苗地区那么多公庙风炉 你们都没有看过吗 你们 非常多公庙 都是因为环保署去鼓力 他就是要求去开罚 你知道有多少 你知道多少方便要开罚吗 为了这件事情 开罚单你就会了这件事情 非常无罚单没有控制了 发什么事 我比你还排毒啦 你发什么事 不是你没有 你发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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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 如果跟台独无关 你凭什么质疑我的政治性 因为你讲话不可靠 你讲话不可靠 你讲话最不可靠啦 我跟你比 谁讲话不可靠 你最不可靠啦 我跟你讲 你也需要回到原来的主讲话 谁能先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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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代表的只有我自己 我谈的是什么 我谈的是这件事情的错 非常久了 不要用议题插中的方式 来讲 就是他 在破坏的宗教就是没有的事 这是江教授说的 江教授的质疑你为什么不回答 你为什么不敢回答江教授的 刚才的质疑 我跟我在回答他 你的回答都是天的 我回答他 这根本就跟台湾中的学会无关 为什么要这样子就转移呢 这件事 大公庙 收恩伯领受运功 一年进乡团 四千五百团 你们收了多少钱 这样子不叫大公庙 中伯领收多少钱 他不是叫你讲吗 你讲 什么样说多少钱 什么样 如果中教团离法通过的话 那是中教团离法的问题 我刚才就告诉你 这件事情 请跟中教团离法无关 你不要再办方向了 不要再把他混合了 我告诉你 你自己在那里混要四天 是你混要四天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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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资源都澄清了 照道理 不只是说不要办家联华卉 就应该要取消 可是你们没有取消之后 又发现有包括有这么多复杂的分子都加入了 刚刚江老师提出一些疑问 来 这个联邻的主委 辛苦了 来答复一下好不好 好 就说小君一直觉得说政府有澄清 我觉得其实根本没有 像这个长期要零燃烧 或者是长期全面替代 这个目标一定要拿掉 不然你就是一直往这个方向去走 所以说我们只是这么简单的一个诉求 说你把这个敌意控制的目标给拿走 你这么这个目标就要拿掉 才代表有澄清 刚刚钟翰讲到一个比例原则 大家吵得沸沸扬 可是你们知道说点箱烧金的行为 大概在我们这个空气的污染排放的比例是多少 0.3个percent 那环保署会不会太过于积极的 一个占这个0.3%的污染源 我们知道骑机车 光是骑机车 它占这个空气排放污染 这个比例占多少 37个percent 也就是说我这些骑机车的人 我减了1个percent 大家一起减1个percent 就够这些公庙 我知道 它也是比例原则 其实宗教界真的有在减 1990年代因为过去的政策干预 他们减了很多 问题就在这里 如果我们政策想要去推动 其实不要一直告诉人家说不要烧啦 或者是鼓励人家风炉 不应该是这样子 也不要说去开 就是说去干扰宫庙 非常多宫庙 真的是因为 环保署的人员一直去现场 一直去现场 久了之后就怕了 所以关键其实就是什么 其实这个就是沟通 对 关键就是沟通 要讲清楚 第二个就是说 你要你其实政策的部分 政策的部分不要这么针对民间信仰 这是文化行政的态度问题 而且你要 你有非常多东西可以处理 包括说刚才讲的改善 尤其像龙山寺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常去龙山寺 龙山寺其实是比较 密不透风的地方 它如果改善通风设备 我相信它会变得很好 它从七个炉减成三个炉的时候 它的空气无人指数 其实是没有降低的 所以我们会 所以它现在 所以它现在就减成一个炉 那如果它改善排气设备 甚至它排出来的气 是有进化作用的 所以可见过去十年 我相信我们有共识 过去十年 这种宫庙的推动环保 也造成一部分的减少了 包括盐水风泡 我如果稍微查一下资料 盐水风泡到十年前的 那个所放出来的垃圾 或者是那个空污 好像去年 大概已经减少到了 大概少了30%左右了 以十年前来比 逐年再减少了嘛 那如果赖清德这些人 他根本 他根本就不管这些事情 他可能还是值了 对于民众的需要来讲 可是你刚刚所说的 一直管一直管 管到哪个程度 对 那这个是一个 非常值得讨论的事情 无论如何 不管管到哪个程度 都不至于到一个冲突的界面 除非违想到 影响到你们生存 所以我的信仰受到威胁 没有啊 今天你说 有一天他就不让我烧香 这个应该不至于 有哪个政府不准你烧香吗 那他定出十年后 要替代掉你烧香 那这个不让你烧香 我懂 这就是一个政策 建筑界 这是一种 这种他政策的目标 他也是不让你烧 那新竹用语是不烧 他就是不让你烧 那高雄市 其实不是用语言 不是文字的问题 这个沟通过后 他们的疑虑依然都在 来 那目前为什么演变成这样子 包括在整个事件的演变当中 政府现在的角色 你们所质疑的部分 到底是什么 他们真的吗 你们认为 你同意江老师所讲的 这是一个假议题 这也是我刚刚特别提到说 人的问题 比如说像这碧云禅寺里头 他们就提到说 这个人的问题非常非常严重 因为碧云禅寺所特别提到的是说 我们曾经在元旦升旗里头 看到这几位人士 就是他本身有窃占 这个妙产的问题 结果竟然 政府好像没有办法去处理 所以碧云禅寺的 他们比丘宁轰政府 你怎么会束手无策呢 画面当中您看到 二水箱的碧云禅寺 确实是有一只中国势力 他们正在进行灭教 碧云禅他们所控诉 他说每天在放 中国国歌升五星旗 把碧云禅寺 比丘宁 神像全部都驱逐出来 比丘宁被迫在高温的铁皮屋 红法 所以他们质疑 面对中国势力 亲门踏户霸凌台湾宗教 我们的政府怎么会束手无策 来陈丁飞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政府 常常在做这个不对的时间点 做不对的事 其实我觉得内政部突然之间 发出这样的一个 实在是这个时间点不大适合 对 这个都应该检讨 对 其实我必须说 那其实我们都认为说 内政部你要去办这么重要的 宗教团体法的一个座谈会 你要先让大家知道 整个时辰 因为宗教团体法 确实从过去 每一个会期在立法院 都吵得沸沸扬扬 每一次都卡关 为什么卡关 因为每一个宗教的态度 跟立场都不同 他们所提出的意见都不同 所以每次卡关 所以我相信 内政部这一次有心要做 可是你有心要做 应该把它做得更顺利一点 也就是说 你各宗教的态度 我们要去了解清楚 然后把它会期进来 我最后补充说明一件事 学者的连署 完全是所有的老师 看到社会这样子的问题 大家希望理性去讨论 而且尊重宗教制度 但是里头有一些误解 甚至可能是假新闻 那些都跟学者有这个连署 各位可以回去看一下这个连署 他其实谈得非常仔细 而且他并不是非常早就公开 他是蛮晚的 甚至我们希望 我们希望这件事情 政府要正视它 而不是利用这个议题 来操作一些东西 是 我们要面对 其实金箱的发展 对台湾社会来讲 影响非常大 我觉得是大家的共识 所以我们要去 不要偷偷一些 假议 金箱破当然是有 这个政策操作知识 那别再按起床 这起床再回拜拜 这不是操作什么 他后面讲政府操作什么 政府操作什么 操作很